黑龙江基西煤矿事故至12人死亡,13人受伤 黑龙江基西市恒山区昆源煤矿 于12月20日发生一起协警跑车事故 据初步了解,事故造成12人死亡,13人受伤 伤员已被送往医院接受紧急救治 事故发生后,当地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 目前,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这起事故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和震惊 我们向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受伤者及其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同时,我们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管理 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希望受伤者能够尽快康复 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认真调查事故原因 加强煤矿安全监管 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